巨门星很特别 它是有一颗有点冷漠的心心 也就是说呢 旁边的人做什么事情 跟我比较不相关 我比较喜欢活在 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 就是精神追求这一块 那么我喜欢 而且重点是巨门星的人 都有一点精神洁癖 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都往往不是物质 而是说我心里面想要做什么 我就希望把它做得很好 可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 不能如我所愿把它做好的时候 或者是我前面遭受了太多的打击 我好累 我好灰心的时候 我就会逃避现在这个现实 而把自己关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老师 苏文老师 哪些此为命格的人 容易逃避现实的倾向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看命宫跟福德宫 为什么 命宫代表就是 我对事情的想法跟看法 而福德宫比较类似的 就是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意识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 我们的命宫跟福德宫 有没有对到 那如果有对到的人呢 苏文老师就会建议你 多多的去接触正能量 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胡思乱想 那么一定要在自己 一定要逼自己走到一个 阳光敞亮的地方 好不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名呢 是聚门心 精神追求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命宫福德宫 做到聚门心的人 聚门心很特别 他是有一个 有点冷漠的心心 也就是说呢 旁边的人做什么事情 跟我比较不相关 我比较喜欢活在 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 就是精神追求这一块 那么我喜欢 而且重点是 聚门心的人 都有一点精神洁癖 那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都往往不是物质 而是说我心里面想要做什么 我就希望把它做得很好 可是当我发现这件事情 不能如我所愿 把它做好的时候 或者是我前面遭受了 太多的打击 我好累 我好灰心的时候 我就会逃避现在这个现实 而把自己关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是化忌心 自卑自怜 也就是说你的命宫 或你的福德宫 做到化忌心的人呢 好 我先说 忌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是己心嘛 己心就代表说 我自己心里面觉得空缺 或是我自己里面 心里面觉得纠结 或我觉得不满足 不开心 那如果命宫 有化忌心的人呢 往往在早年 也就是说你小的时候 是特别常常觉得 容易犹豫彷徨 甚至命宫 有化忌心的人啊 爸爸妈妈 可能也比较容易 忽视他的感受 就是啊 没关系啦 你是姐姐东西 让你妹妹就好了 没关系啦 因为你是老大 所以你要赚钱 帮忙养家里 命宫化忌心的人 比较容易遇到这种 早年比较不幸福的状态 那就是因为这样早年 他自己对自己 就慢慢没有自信 不爱自己了之后 他就会容易逃避现实 就会觉得反正天上掉下来的 馅饼一定没有我的份 好事都没有我的份 所以呢 我就会比较容易是 算了我过我好 我自己的日子就好了 那如果福德宫 有化忌心的话 那书文老师就建议 更要怎么样 更要呢 最好到 常常去庙里面 教堂里面去拜一拜 好 再来看第一名 第一名叫做陀螺星 那陀螺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像一个甘纳 这样拖拖 就一直转转转 那么像这样的人呢 犹豫拖拉之外 常常错过最好的时机 错过最好的时机 你心里面永远就饿完 就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好了 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好了 这么多的饿完 和这么多的叹息 也往往会让你的精神世界里面 是很不满足 很不开心的 所以如果有对到的朋友 希望你们呢 一定要多爱自己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要了解一下 前一阵的新闻 这个闹得沸沸扬扬 就是我们的演员 也是好朋友 我们都认识了唐志平 他的母丧的新闻 那当然后来出现了很多的情况 大家都了解 这时候白云就站出来了 说如果有困难的话 白云说没有问题 白云可以帮忙包办 智丧事务的 对 那结果会有联络的 他目前是什么情况 没有 后来就他周遭的朋友 有透过讯息联络到我 然后跟我讲说 其实谢谢我这么关心 那其实他周遭的朋友 都有在帮他的忙 是 然后我也是觉得说 有时候我们要帮你呢 要帮人家忙 也要人家愿意 是 那也许就有另外一种心态 就是说 也许人家也不好意思 或拉不下这个脸 或怎么样 那我们很难知道 但是问题是 到目前他这个状况 他也一直觉得 这个不是他母亲 那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有很多朋友当然讲说 先要把他的心理这个因素 先处理好了 那反正如果真的 他妈妈是还在这世界上 我们当然很开心 但是真的不在的话 那他也要面对了吧 功德无量 不要... 姐 你不要这样说... 你是有什么严重啊 不是啦 我就因为 我会认识你们家的那一年 但是我们每年到了 这个农历七月之前 都会一再地提醒大家 一定要小心... 就连白云这样阳气八字 这么重的人 到农历七月的时候 他也不敢车距 所以你有在玩重机 对 连你们... 你们这段这么man的 也不敢出去啊 真的耶 我本来不相信 好酷喔 你看左边那个是2004年的时候 20年前 你看我那个老大现在那么小 有没有 跟你一起小酌两杯那个啊 那几个月 你当时差不多四、五个月啊 那你再一次可以啊 那时候我刚好 我已经去有驾照了嘛 我去考到驾照 我就先去租车子 来试试看哪一种车子 我比较喜欢骑 那左边那个就是租的 然后就在我们... 对 左边那个是租的 然后上面那个也是租的 是啦 对啦 我既然欢迎就好了 不然不是说租要看啦 然后那时候租那个车子 然后右边那个就是我买的啦 这台更大台的 帅 这台就我买了 没想到你会骑耶 这时候几公斤啊 一百零五公斤 比现在还重 我现在九十五 你有美图秀秀喔 没有啦 那个这么早以前 哪有美图秀秀 那个还翻拍出来的 二十年前耶 对啊 对 那你怎么七月 你们真的不带出去喔 其实我们呢 以前我们有车队嘛 那就是一些同号 然后就会在 每个礼拜或每个月 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去早跑 一早上比如说我们六点就到哪里啊 然后就跑山路啊 那你知道骑重机就是要跑去山上嘛 不然就去海边 然后去喝咖啡啊 聊是非这样 有山道猴子那样 对 然后只要我们到了农历七月呢 我们呢就会不约而统说 那下个月就是农历七月 我们就不要再骑了 就会把 这个月就会把车子封起来 那以前也有车友啦 就是 故意 不是啦 就是可能真的很爱骑啦 然后刚好是农历啦 然后后来就发生事情啦 谁啦 没有啦 就是以前我们的车友啊 然后就发生车祸就人不见啦 对啊 就是这样啊 那个朋友当时他骑重机 那你知道 有时候重机真的年轻人 有时候他会 那吹得很快 那个整个加速的速度太大 他喜欢那个 对 压车 对 有没有 压车 压车 有没有就出去了嘛 很好啊 那一出去修理就十几万啦 那所以有人说重机是大人的玩具 那我一直觉得说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骑重机呢 就是说 真正会骑重机的人 一定会很遵守规则 都大人了嘛 那就很喜欢那种 那种骑出去那种风啊 吹在脸上那种开心 有轻人骑重机 有轻人骑重机 也是多少有啦 你像现在陈威明他自己 也是都在买重机做啥 很好啊 对 我那时候已经 但是你在说轻人骑重机 请问坐重机后面的轻人骑重机 一定要会坐 你们在压车的时候 对 你压车 我们说 我们就要跟你反着来 还是要跟你一起 不要 你要跟我一起走 要用摄影机在拍 你要 我跟你講 我真的有载过轻人骑重机 真的不会坐重机的 你真的会很危险 因为我们压的时候 你要跟我们顺着身体下降 对 顺着身体下降 对 想说帮你平衡一下 对 他会这样 对 他会这样 就是很喜欢 他觉得你好像压很低 他会这样 那你重心就会不稳 反而你会被拉去 很危险 所以你看大部分骑重机的 都是自己一个人骑 才能享受到那种奔驰感 然后你如果在气垃的时候 你就慢慢骑就好了 对 不要让气垃担心 因为他在后面会怕 他会觉得 你这速度很快 真的啊 所以能不起就不起 好不好 回家再起 说得正确而已 不要这样